各位觀眾朋友 假日愉快 歡迎收看TV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淺秋 選戰的腳步越來越近 但是在國民黨內 各種不同的聲音 也越來越大聲 但是對於這個黨內 不同的聲音黨中央都是說 要祭出黨祭 不過鄭麗文被稱為女戰神 他也是沒在爬的 他繼續講 他說這個時候要喝白虎湯 要再一次的喊 不忍心看到侯友宜 蠟燭兩頭燒 所以要求寫新的選戰裡頭 要幫他的忙 所以認為很強的母雞得換 那提出了韓國瑜這個名字 他說就算被開除黨籍也沒有關係 但是在這個後續的思考裡頭 就有很多人說 他之所以要換會讓選情完蛋 那鄭麗文的回答是說 換不換都會死 所以這些人才會說算了不要換 那麼何必向他提出來 還被黨叫閉嘴呢 那麼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 當然就立刻非常嚴厲的回應這件事情 他說提這些言論的人 就是歷史罪人 這些不當言論 都是破壞團結 長他人志氣 面自己威風 甚至有可能成為歷史罪人 全黨公敵 那鄭麗文他說不了解 為什麼 因為他找的又不是郭台銘 他提的是韓國瑜 又不是柯文哲 所以兩個月前主席可以講 非力大聯盟 難道現在講就要被黨籍處分嗎 或者是當年換柱的時候 朱立倫通過初選全代會的 紅袖柱換掉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先被黨籍處分呢 希望鄭麗文說 他還是對黨主席有所期待 要他能夠提出真正的解決 把氣勢提升上來的方法 先聽聽鄭麗文他的說法 黨內一股非常高的 對於中央領導的憤怒 多人都說 朱才是關鍵的問題之所在 我是豁出去了 對不對 你感覺 你不分居立委 你要是被開除黨籍的話 我無所謂啦 隨便啦 就是說 隨便黨要怎麼處理我 這不重要嘛 我又不是重點 那國民黨明明還有很強的ABC 你為什麼都不找人家來呢 這不叫團結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說要找韓國瑜 就叫做分裂國民黨 我也看不出來 為什麼 挺猴有儀了 我明明覺得找韓國瑜 才是團結國民黨啊 是不是 我又不是叫大家去支持 郭台銘或柯文哲 但你能不能換猴這件事情 在國民黨內當然有不同的意見 而且非常的激烈的攻防 比方說林金潔也是提名人 他就說 這一次中央會授權給 黨主席提名 要找最強母雞 不像2016年 只有洪秀柱一個人登記 那所以這次的狀況 跟當年換柱狀況是不一樣的 如果黨主席要撤換 黨主席要不要辭職 中央會要不要集體辭職呢 那麼網友評論 很多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說換 換猴會 換黨主席嗎 有沒有可能 其實黨內還真有人 在醞釀這件事情嗎 邱毅提出來的 他說 國民黨內正有 重量級的人物提議要成立 517真相調查委員會 我們之前講319槍擊案 真相委員會 怎麼還有個517真相調查委員會 他是說在國民黨這一次 提名徵召的過程當中 包括有沒有作弊嫌疑 指的是民調數字 從來沒有公開過 遊戲規則從來沒有公開過 因此在這個內容 不公開的情況之下 認為提名的制度是有疑慮的 所以他提了5個疑點 要求朱立倫下台該選黨主席 或者是以上次黨主席 選舉得票數次高的張亞中 來代理主席職權 他指的是在黨內正在醞釀 這樣子的一個風波 但全代會馬上就要召開了 國民黨全代會7月23號 會不會暗潮洶湧 有各種傳聞會發生各種狀況嗎 全代會之前說要立保侯 在上面說他收到了一通電話 這個電話是什麼 是要求呼籲趕快來出席 全代會統計他會不會參加 還要求他當時參加的時候 要支持黨中央 他說其實過去比較少 接到這種電話 難得表示黨中央希望能夠鞏固 黨員們他還有黨代表們 大家的心情 能夠讓全代會不要出亂子 故莊的概念 而陳輝文 當然輝文 對於侯友宜的批評 這段時間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而這一次他更是分析 如果侯友宜一旦落敗 民進黨一定順勢罷免 罷他給拔掉 先聽聽陳輝文怎麼分析侯友宜 你已經獲得徵召 已經快兩個月 到下禮拜就兩個月了 如果這兩個月之內 你的民調一直起不來 而且甚至越來越往下 從20幾%變成10幾% 甚至要有人預估說 你會變7%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真的是希望 侯市長不要為難大家 因為你退大家都沒有人是罪人 如果你不退說不行 我要參選到底 我明年的選票 一定要我的名字 那你就繼續選 因為沒有人敢換你 你覺得這樣子有意義嗎 當然挺猴的聲音也是有的 例如偉安他就說 其實侯友宜是台灣政壇的傳奇 有四大司機 包括他的治安傳奇 教育建設 城市公安 城市建設傳奇等等 認為他40年來 經經夜夜在公務上的努力 是台灣不可忽視的貢獻跟作為 而沈大佬不是一開始也是說 只要金小刀加入團隊之後 就可以讀接下來馬上 侯友宜的民調 還有藍軍都會歸隊不是嗎 那他現在說台灣猕猴 他指的是柯文哲 他說漸漸快要失寵了 什麼意思 台灣他說父母親帶小朋友去動物園 看到台灣黑狗 水牛 台灣猕猴 小孩子一定會先看台灣猕猴 但是回家路上討論的時候 答案就會結論會不一樣 這是他的比喻 那怎麼看亮格在整個 現在選戰裡頭 國民黨的暗潮洶湧 當然黨中央說要記黨記 但光這一招以前可以把 這個羅志強嘴巴封住 其他人現在看起來是不奏效的 因為國民黨的常委 真的在 有可能在七月十二號提案的 我認為不會超過五個人 那全代會 全代會總數有兩千 那你要提案做這麼大的決定 要一千多人 那難度實在太高了 所以我認為提案真的要換人 這個可能性 這個機率幾乎是零 那陳惠文那個 說不然你自己退 坦白說那你有把握換誰 就一定可以打贏 這個目前 因為我坦白說五一七那個民調 事實上我們也知道 國民黨中央是有三個標準 一個民調 一個立委 然後一個縣長 菁市長 那據我瞭解 侯友宜三個都贏 據我的瞭解是這樣 那當然你 郭台銘當然就會不服氣了 說我衝了一個月 時間點就有這樣的成績對不對 這個我也同意 郭台銘真的是很認真在選 那衝了三十天 只輸何友宜一個percent 這當然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他當然就會說 那你再給我一個月吧 就有這種聲音出來 那當然何友宜在五一七之後 到現在 那民調落到第三這也是事實 可是你也要反過來講 那郭台銘真的有在幫侯嗎 當然沒有 對 當然沒有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那個交叉 就柯文哲就突然民調都暴漲了 將近10% 就是因為郭粉跑去支持柯文哲 不是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真的要去炒這件事情的是非 是猴五一七之後表現不好 還是因為挺郭的人跟 事實上就是沒有支持猴吧 或者是徵招過程產生的情緒 對 可是就是說 這個就很難說誰不對 你知道吧 比如說猴他會說 我民調不好是因為初選 本來支持郭台銘的人 沒有留到我這邊 跑去支持柯了 所以這裡就看出郭台銘 支持郭台銘的那群人 還是有一定的自主性 就是說如果郭真的要出來選 那我們現在又看到 希卡盧的民調 柯文哲就掉7.7 表示又毀流了 然後本來沒有表態的 就多出4%要支持郭台銘 所以郭台銘如果真的要選 他的民調又跟侯友宜差不多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朱立倫 你當初把郭引進來 那郭的獨立自主性 高到這個程度 那朱立倫當然當時 就要評估到這個可能性 無力自主性 他還不是導演 他如果不舒服輸你怎麼辦 他如果不認你怎麼辦 那現在你不就碰到了嗎 對 就算你把他引進來 然後侯友宜517是贏了 而且郭台銘又說 他會全力支持侯友宜市長當卷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又會吵出誠信問題 因為我事實上已經收到了一些文宣 就是在批鍋的 因為國民黨內部當然會有很多人 是挺猴的 是 那就覺得說你一副要連署的樣子 那你不是背信嗎 這個當然就是要挫折他的正當性 讓他連署不會那麼順利 可是這個傷痕就越來越深了 就會變成這樣 因為這次選舉真的是 當然我也不排除蔡振元那種邏輯 所以一旦變成四個人參選 郭台銘因為他沒有 他要到連署完才正式成為候選人 可是郭台銘就會從7月 一路到10月都在連署 對不對 這個也會造成侯友宜的困擾 所以他的民調 就是坊間做民調 一定就會把郭台銘列入 因為大家都認為他不會連署不到28萬 不可能 所以就會列四個人 所以直接衝擊就是侯友宜 這是必然的 當然 坦白說也衝擊到柯 因為柯有一些跑去郭台銘那邊 可是我現在是來講這個局 因為這個局 就變成三個人對一個賴清德 你們三個人如果都不整合 那就是便宜了賴清德 那你這三個人不是亂搞一通嗎 就明明賴清德就是最多事實 結果這樣的一個局你竟然搞到輸掉 那你們三個人都是歷史罪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認為這三個人 就會有很大的壓力 要做整合 要合作 要做整合 我認為民眾就要給他們這個壓力 就是說好了你們都要選 我不管 那你反正你們就是要整合就是了 你十月都登記也沒關係 可是十二月看誰民調高 我們就是要棄保 不能讓你這樣鬧到底 那不然你看那個賴清德 或者民進黨政府的政 的政績都沒有被檢驗嘛 因為他輕輕鬆鬆就當選了嘛 現在的局面不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看起來很亂 坦白講我這輩子沒看過這麼亂的政黨 可以這種變數不斷出現 真是讓我把眼睛都快掉在地上了 這個可是沒有辦法 我們還是要從亂之中 找到正能量往前勝選的邏輯 的確我也聽到一個訊息就是說 有一種主張就是在九月份 讓這些候選人用自己當時的各種民調數字 來整合出一組足以贏的候選人 那當然的關鍵就是他們這段時間 這些候選人自己能夠呈現出 怎麼樣的影響力跟在民調的數字嗎 尤其我這個中心建議 三個人之間不要互相罵 不然會造成整合的時候的情緒的困擾 那不就是之前提的政黨大聯盟 我就說大家都批評就批評你的對手 那時候叫他封口的在野大聯盟 洪輝怎麼看 我覺得這一段時間 他確實會有一陣子陣痛期 而且亂流會比較多 那最主要就是7月23 國民黨的全代會 包含我們區域立委也是一樣 也是要到全代會做最後的提名 那因為這中間12號 19號 還有兩個中常會 所以我認為在這一段時間 各式各樣的 我不能講放話 意見什麼等等之類都會有 老實說我覺得現在一方面 在國民黨來講 剛才亮哥說 沒看過這麼亂的政黨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你的節目說亂 不亂就不是國民黨 他們比較習以為常 不能說習以為常 就是說我覺得 這樣的混亂還是不必要的 然後我也覺得最近的 大家的火 藥味比較濃 然後也 我覺得已經有點意氣之爭 本來大家是可能說 想怎麼樣找一個出路 但是意氣之爭 味道越來越濃 可能因為天氣很熱 然後再加上目前的選情 確實讓大家感到憂心 所以我現在要提出一個倡議 就是叫做降火器倡議 請各方能夠節制 對不對 然後尋求穩定 大家降火器 這點很重要 越是在關鍵的時候 大家越不要亂 要理性的討論 對 我覺得大家 盡量的去平心靜氣 來看看這個局怎麼走 那我接一下 剛才亮哥所說的話 那麼現在看起來 就是郭董他要走自己的路 那不管是7月23號之前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 聽到的是7月23號之前 現在有人說7月23號 有人說7月23號之後 好 不管 但是目前看起來 郭董要獨立參選 目前這個方向有點滿確定的 但是選舉永遠都是 他很多的變數 那如果正式進入斯卡都的狀況的時候 你現在很多民調公司 也都在開始做民調 本來如果在斯卡都的時候 柯文哲在某些民調 還可以一軍突起 可以變成第一名 但是如果斯卡都 因為他的票一定 他的支持度一定會被郭台銘給分走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 那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去便宜了賴清德 賴清德真的是躺著選 我們剛才來講 我們剛剛三個人在下面喝咖啡說 賴清德怎麼 他這麼幸運 賴清德他自己本身 這個政治人物 有他很多的問題 再加上他們施政的問題 還有他們一堆弊案的問題 他世人不明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在這一場選舉裡面 反而是他的對手正行 亂成這樣子 要送分嗎 對 其實真的就是因為 我覺得是在野 不要 在野本來是希望大聯盟 現在是在野大亂鬥 你這樣會大家就傻眼 所以如果進入斯卡都的狀況 我覺得大家的理智一定 就是說你要發揮最高的智慧跟理智 說實在 這也不需要什麼高超的智慧 就是你只要是正常人 你就知道 你這樣走下去是怎樣 又花錢又花力氣 大家要幹什麼 所以未來一定要整合 當然這個整合的時間 老像我覺得要到什麼 他們登記 因為登記是11月 到登記的時候 我覺得都太晚 真的都太晚 我們掌握一些關鍵的時間 大家如果大家很看清楚 這個事實是如此的話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一定的智慧 所以我也是在呼籲黨中央 不要排除整合的機會跟可能性嗎 當然不行 我那些說 請問我們現在要獨立能贏 我覺得這個很艱困 我覺得斯卡都的狀況 國民黨我也不要管柯文哲 我也不要管郭台銘 然後我們獨立就能夠贏 我覺得 目前看不出來 我覺得那是高難度 所以未來的整合跟合作 這是勢在必行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掌握契機 而且我直接告訴大家 我們斯卡都 我們去除賴清德 任何這三組人 只要兩組人他整合成功 另外一個就out 就是出局了 所以聰明的人 趕快去掌握契機 去整合 所以先把黨紀收起來 民眾黨怎麼看 現在是怎樣 國民黨很亂 民眾黨等著整合 還是等著收割還是 昨天其實還有人在講 就是說現在國民黨很亂 那是不是柯文哲就躺著選 那我非常認同前面兩位講的 首先 賴清德躺著選 對 我昨天就講 現在完全躺著選 叫做賴清德 他怎樣躺著選 他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這個美國的活動 他就只要黏著這個蔡英文 不管他對他心裡的感受是什麼 黏著著著就好了 然後他副總統做什麼事 去看看社會住宅 跟大家說我們也要處理 我怎麼看都是灌水 都叫規劃中 所以如果繼續讓這個滿嘴謊言 然後詐騙 我們叫詐騙國家隊 繼續做我們這個國家的執政 我想這是大家完全不樂見的 所以第一 我們不可以讓賴清德躺著選 那回來講 我就從這個沈大佬 他講就是說動物園這件事情 台灣蜜猴嗎 台灣蜜猴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沈大佬 可能太小看了現在年輕人的自主性 就是說他可能去動物園看完之後 他會跟家長討論 但討論完之後 他還是做他自己的決定 我先講大概兩個月前 可能大家也不會想 就是說昨天好像有一份民調做出來 柯文哲也還是第一 是 會流 所以其實有一群人 他對柯文哲的支持 是從他兩個月前 覺得他墊底十幾% 就算他不會選上 他還是要堅持支持柯文哲 回來講 我覺得在野目前的狀況看起來 我想就會包含像政委員 他為什麼會開始喊 就是說希望看看韓國瑜 有沒有什麼機會 就是說為什麼大家會這麼憂心 就是從他第一輪開始 就是在提名侯友宜的時候 跟這個郭台銘相關的這些 徵召的這個過程 我看這個邱毅還說要成立這個 武衣級增長 他說是黨內有一位大咖 重量級人物 其實大家知道是誰 對 我講這個就是說 大家對於當時的狀況 好像也不能接受 那回來講就是說 朱主席他應該還是要做一個 讓大家安心的事情 現階段我覺得最重要 不要讓賴清德躺著選 大家全部一起監督賴清德 他的政見是什麼 他應該要站出來講清楚 不要放過他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